她 她们想问 别喝了 没门 谁啊 吓人了 哟 司令 怎么了 不认识小妹了 司令 这是素云小姐 京城第一美人 哦 美人 第一美人 怎么是美人 你是美人 对 也是 莹莹是美人 回去还得喝 莹莹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怎么样 牛公子 我对得起你吧 师父领进了门 修行可就在他个人了 可我姐是个大家闺秀 这么做太难为他 大家闺秀 脱了衣服 跟我们这好人全一样 他跟你可不一样 他不是为了钱 怎么 生气了 那我去把他换回来 别 那你还想说什么 按你说的办 あ 来人呀 你是谁啊 怎么了 司令 你忘了 你是鹰鹰 变模样了 我姓牛 牛四道 是我的爸爸 你是牛四道的闺女 我上了贼船了 那这条贼船 到底舒不舒服呀 那就得再坐坐这条船不是 弟妹 弟妹 二哥 二哥求你件事行吗 什么事 你不是在报官有熟人吗 你瞧 就这个 这个 你一定要帮我再登一个 二哥想找人 是二嫂吗 我 我知道她在哪 可我就当她丢了 我要看看 她还有没有这个脸 再回来见我 要不然 我 我出不了这口气呀 我 那她现在在哪 她 你别问了 我说不出口吗 我 二哥 如果你找到苏云 想过怎么办吗 离婚 这次我一定要和她离婚 既然要离婚的话 还登什么寻人启事呢 你让苏云看到了会怎么想 她肯定觉得 你是在故意嘲笑她 我 我就要嘲笑她 我 她 她都让我做活王吧 那依我看 不如直接登一个离婚 其实算了 算了就散了 也别说任何理由 省得再互相伤害 那 那不是太便宜她了吗 二哥 俗话说了 一日夫妻白日恩 她再不好 毕竟也跟你生活过 就互相原谅吧 行 二哥就听你的 曾家不仁不义 我跟他没完 姐姐 曾家姚家 还有孔立夫 一个一个的来 头一件事 先救咱爸 我都豁出去了 不是为了救咱爸 我为什么呀 吴司令怎么说 这个房间归我 房钱 司令部他 就这些 这张支票 钱束空着 由着你填 我没问这个 我问咱爸呢 过来先伺候伺候我 给我点根烟 来 吴司令 他给南京上了成文 说事出有因 查无实据 只要等南京的批文一下 就把咱爸先转到司令部去 太好了 这是你写的 据我了解 你又死到 确实在曾家活 你跟曾家 是亲戚吧 我想老师会报告 我和曾文博的三个儿子 我和曾文博的三个儿子是联金关系 这种关系 是不是影响到你的判断力和观察力 老师请放心 孔立福绝对不会 你看看这个 这是从旧档案里发现的 曾文博签过字 我们杜杀官吏 证人必须正己 如果观观先户 有一偏袒 那就是失职 是犯罪 曾文博骗了我 现在怎么办 传讯 你跟曾家是亲戚 不好出面 这个白脸 还是让别人唱吧 检察厅都来了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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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用接 你们不用接 干什么的 你们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 你们 这些公务 曾文博的 谁找曾文博 奉监察院命令 传唤曾文博 您来巧了 他还有一口气呢 大夫 您请 大夫 您请 你自己看吧 病了 这么快就病了 卑职问过待会 中西都说确实病得很重 正在抢救 前几天你去的时候他病了吗 他上了严计 身体不好 看来是突然发病 他们都在吗 在 妈 桂仪 我打听过了 牛四岛是他把父亲给攀药出来的 这个牛四岛疯了 怎么胡拉电背的 说不定是那个牛素云史的坏 这监察院也是 那听风就是雨 连调查都不调查 太太 事情有救了 咱们监察院有人哪 那孔先生不就在监察院吗 他是我们三少爷的一旦挑 是三少奶奶亲妹夫 又是孙少爷的干爹 这胳膊肘能往外拐吗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 孙雅 干什么 怎么了 我给你加紧衣服吧 见到丽夫千万不要着急 他毕竟是在办公室 肯定有他的难言之隐 你千万不要强他所难 这还用你嘱咐 我本身就是脱关系 求人情绪了 我还能发什么少爷脾气 我就怕装孙子装得不像 你要不要 我陪你去 不用不用 你也看看我曾孙雅这回 能不能办回人事 我先走了 我这听说 我还没收到 我等你 我会先走了 我认为你 我还会了 我 立夫 立夫 你在哪里 立夫 你在哪里 立夫 莫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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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喊我 立夫 来客人呢 莫愁 孙雅 莫愁 孙雅 你来了 坐吧 我帮你把外套挂上 好吧 莫愁 我想单独跟立夫谈谈 那你们聊吧 我先出去了 为了伯父的事 对 坐下再说 立夫 我们谈正事 你先告诉我 我家老爷子是不是没事 你点个头 也好让他老人家安心呢 立夫 你可不能相信牛四道的鬼话 不 白纸黑字 即便油也是假的 可确实是真的 会是什么罪名 牛四道集中瓦碎案子 推到油店总局 算是一件公事 毫无责任 可是 要任尊追究起来 任尊只是出了个名义 并没有上报南京 也就是说 怎么样 统统作弊 借一丝非 必须要这样定吗 这样的话 我父亲的一事清明 岂不复之流水 这也太不公平了 立夫兄 你知道 那块园林 我父亲没有碰过一丝一毫 他没有拿过一分钱呢 这也是事实 至于说为什么要违背良知签这个字 也许除了牛四道 这只有令尊自己清楚了 现在这个案子在你手上 我能不能求你 把这个案子消了 消了 家父的性命 就在你的一念之间 就算 他不救人事 也让他清清白白的来 清清白白的走 立夫兄 几个月前 也有人对我提出这样的要求 同样也是为了他的父亲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你当然能够猜出他是谁 牛怀玉嘛 可是立夫兄 凭你我的交情 你怎么会像对待他那样对待我吧 请转告曾伯父 孔立夫 孔立夫身不由己 这么说你拒绝我了 所以啊 我不能循私枉法 这怎么能叫循私枉法呢 你的正义不能成为制造院的理由啊 你也清楚 我父亲虽然欠了字 但是他没有得到一分一毫的好处啊 可要是不清查此案 难以将牛四道定罪啊 难道为了给牛四道定罪 就要吸着我父亲的仪式英明吗 孙雅 立夫 你们别吵了 我没和他吵 我再跟他讲理 孔立夫你给我听好 再这样一意孤性下去 你也不会有好结果 孙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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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账户我做主了 你回家让二女放心 孙雅 你跑哪儿去了 快去换衣服 大意我 放过曾家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是要我循私枉法 我做不到 只有这一次 一次就代表一百字一千次 千里之地 会于予学 只有这一次 答应我 我宁可你不要回学校 你爱写文章就写文章 你爱查谁就查谁 我什么都不管 好 莫愁 你听我说 这个案子 牵连到牛四道和曾伯父 如果洗刷一个 那个也就随之无罪 那么牛四道就会死里逃生 甚至重新上台 这个后悔有多严重 你想过没有 我想过了 我认了 你的痛苦也忘了吗 忘了 忘了 不 你忘不了 你这么做 是为了增加 是为了不让你姐莫兰为难 对吗 对 你把曾伯父给查了 你让我姐怎么办 你让我姐在曾家 怎么待得住啊 莫愁 我想过了 我也不愿意让增兰为难 可这是私情 私情在身 也不能超越法律 更不能徇私枉法 就算现在我求你 你也不肯 莫愁 去换衣服吧 你要病了 这就是你的回答 那你说 你要谁求你 你才肯答应 是不是我姐 我 好 我现在只打电话给她 莫愁 你冷静点 我知道 现在 曾老伯的身家性命 都捏在她的手里 她放一马 海阔天空 对大家都好 可她又不松口 姐姐你就成为曾家的罪人 这曾家一双双老老少少的眼睛看着你 你会不会肚日如年呢 而我们两家 又要怎么看待孔力夫 姐 只有你能拦得住她 说服她 别离开我 别离开我 老爷 我在这里 我一直在这里 出去 你们都出去 放了就好了 出去 老爷 让你担惊受怕了 你千万别乱想啊 那件事 是有的 老爷 我签了此 你让我说 我怕没时间了 我本不想签的 想留得逼我 可像我这么多年 你疯故自去 却还是栽在了这上头 树道之难 难似上青天 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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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靠上笑儿了 还是北洋时期 不离马三师 仗义之影 说了牛子道一句 为官不正 马三师 就是他的女儿 被他们家绑了票 后来被土法 一糟蹋死的 那个是吗 但是总长都瞎了你 要警察局追查到底 一定破案 可是 还是成了无头案 你知道为什么吗 查来查去 查到了牛子道头上 警察 也就退避三舍了 文伯 文伯 我知道 你是满腹的冤屈 可是 孔力夫 哪里知道啊 我只恨我自己 咬一次压 顶了那个 牛子道 又待如何 可我 可我 我舍不得 这一大家子人 老爷 你放心吧 我绝不会让你带着 一肚子的脏水草 你说这个孔力夫 什么东西 小人得志 六亲不认 当初莫车 就不应该嫁给他 真是 还跟我摆起架子了 难道还要我 掏钱给他烧香火 真的是晴天霹雳 牛家的下场 突然像乌云一样 笼罩了曾家 如果公公也是一个贪官污吏 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这一家人 将会怎么样呢 也会像牛家一样 他一天天跑到咱们家 干什么来了 就为了教你鲁迅郭沫若 我告诉你 他是另有图谋 你别瞎想 也别自寻烦恼 他是来摸底的 来调查我父亲的 我问你 他都问过你什么 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 我知道什么呀 我能对他说什么呀 什么都没说 我才不信 太太来了 孙雅 干什么你呀 妈 木兰怀的失忆呢 你冲他大喊大叫 我 你反了你呀 你要怎么样啊 妈 怎么样你要 男人在外面碰了钉子 回来骂女人 你就这点出息啊 你给我出去 晚上给我睡到书房去 我 孙雅 船给你铺好了 先去歇着吧 去呀 没事吧 妈 我没事 肚子没事了 没有 孙雅 陪妈妈说几句话好吗 好啊 孙雅 再这样下去的话 这个家就要败了 这个家败了 谁能支撑得起啊 只有我们两个 妈 还不到这个地步吧 公公他 不 现在你公公变成这个样子 恐怕真的指望不上了 两个儿子谁都顶不住 增加天塌底线 恐怕只有靠你衣服当官了 妈 还有桂姨呢 桂姨妈 是啊 她想我这个位置 已经想了不止十年八年了 可是我活得还好 如果老爷真的走在了我的前头 那她这一辈子就枉费心机了 我觉得桂姨妈也是您的好帮手 这个家里也离不开她 这我心里头有数 可是她心里头有鬼 她怕我 怕我死了以后 把家里的大权交到你的手里 莫莱 你现在怀的是增加的骨肉 这点就不说了 就你的聪明才智 没有人可疲 还是那句老话 摩椅子贵啊 这就足够了 妈 那都是太远的事情了 别提了 你还记得 那个布娃娃吗 她身上七七四十九根针尖 真真是对着你来的 知道是谁干的吗 好像是二少奶奶吧 可你信吗 有孙云再坏 也想不出这种老掉牙的招数 那都是你贵姨妈干的 我觉得 这都是迷信 性则有 不性则无 见怪不怪 奇怪自败 我从来不会把这种事情 放在心上的 木兰 你光明磊落 还那么坦荡 可是现在家里的事情 你觉得该怎么办呢 妈妈是在说 公公的事情吧 那公公确实有牵连在案子里吗 确不确实 其实对我来讲都无所谓了 我是希望检察院能网开一面 让公公的风筹残年 能过得平平安安 孔立夫 孔立夫怎么样 孔立夫 他不给孙云的面子 那是在我意料之中 但是我想他不会不给你面子 你们不单是至亲 还是旧交吧 孔立夫 孔立夫是父曾乡先生的学生 我父亲曾经资助过他 就这些 就是这些 孔立夫 孔立夫 妈想问你一句话 但是没有别的意思 你告诉我 当初要是和孙亚离了婚 打算嫁给谁 妈 孩子啊 这不是你的错 要是别人也都会这么做的 放了一个一表人才的孔立夫不假 也不会选错了孙亚的 妈明白你 可是现在是增加再简单逃 我们只好去求他 要去 也只有你去 不 妈 我去 只怕也是枉然 他这个人方正的狠 让他寻情 是件很难的事情 孟立 为了曾家 为了你公公 我就当婆婆的 就求你 灭为其难了 妈 不可以这样 妈 妈 我和李福通过电话 他答应见面 我真不知道 我将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说情的人 还是行贵者 我当然不会送给利福什么金银采访 可是 我却要利用我们之间最宝贵的感情 失去了这些 我还能有什么呢 少爷 我来吧 少爷 我正好找你有事 什么事 我想跟少爷告个价 也许 我老娘回老家了吗 我得去找找他 发个电报不就行了吗 老家在乡下 没有电报 什么找老娘 早不走晚不走 偏偏这个时候走 嫌我们曾家 不行了 找退路是不是 走走走 少爷 陈游 陈游不是那种人 既然 少爷家里有事 我就留在这里伺候着吧 我刚才不是冲你 别把我的话我心里去 去吧 好 很难开口吧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 我的回答 你也清楚 那就再没有一滴余地了吗 你不希望我做一个独职的人吗 你还记得吗 当初我去给魏老师当助手 是征求过你的意见 墨州出事以后 也是我劝你从政的 现在 我们都是作茧子妇了 唉 真正好残酷啊 唉 我本以为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就像李商银的诗里面 此心可待 成追忆 真想不到 我们还有今天 必须面对面 喝下这杯苦茶 我很抱歉 你不用抱歉 你并不欠我什么 我只等这辈子 就这样了 带大博文 还有我自己的孩子 相夫教子 做一个贤妻良母 可到如今 这也是一个奢望 增加这条船 经不起风吹浪大 还不至于吧 你看看这家子 二嫂跑了 大嫂也不管是 二哥又那个样子 我只怕老人家 一不在 谁能把全家 聚在一起 还有孙雅 你不是说 她已经变好了 她就像一棵小树 需要细心呵护 好不容易长直了 一阵狂风 又不知道 去到什么方向去了 查真苦 我不为难你了 你回去怎么向家里交代 我说你 爱莫能助 他们会相信吗 那是他们的事情 木兰 你让曾伯父安心 你有办法了 本来他也是 不得以而为之 立夫 你千万不要委屈自己 按照你自己的原则 按照你自己的准则 去做吧 增加的事 你就不要管了 平白无辜 又打什么喷嚏啊 少爷 少爷 干什么 这图是您收的 怎么了 这张闽南宫 它不真的 你看这墨 是做旧的 还有这图章 也是假的 那就别要了 您给钱了吗 行行行 赶紧去忙你的吧 墨丑妹妹 梁口子 没有隔夜的仇 其实立夫 他也挺难的 你啊 就别跟他 再吵架了 梁口子 他把我当成 他的妻子了吗 他睡在我的身边 答应要照顾我 一辈子 可他做事 顾前不顾后 对自己不负责任 你说 他还能管得了我吗 孔先生是爱你的 这一点 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 他想的 是我姐姐 木兰 你可别瞎说 这怎么会啊 嫂子 你进我们家来 很多事情 你都不知道 其实 他一直爱着姐姐 他这么多年不结婚 也是为了她 去年 我姐姐弄了场离婚 也是为了她 那就算是这样 也是有缘无分 老头来啊 还不是娶了你吗 我 我不过是个替身罢了 要不然 他怎么会装成铁面包工 油烟不尽的样子 他听过我的话吗 我要他回去教书 他不愿意 我要他去帮帮增家的忙 他也不愿意 这叫什么夫妻啊 你听我说 木兰那也是增家的人啊 帮助增家 不就等于帮了木兰了吗 那他为什么 放着河水还不洗船呢 嫂子 我的心好乱啊 木丑妹妹 姐啊 你叫我嫂子 我就要劝劝你了 你看 当初 我来这园子的时候 是为了寻宝的 最后 还不是成了你嫂子了 所以啊 后来我才懂 这 来在地下的 是死宝 躺在你身边的呀 才是活宝 听我说 你和立夫 前世有缘 今生才能成为一家人 所以你好好珍惜啊 老板 给我来点银酒 买灯笼 你干什么 不喜欢 好几打死 你要解散是吗 你运气不好 我没有带钱 我不是土匪 我让你放过曾家 如果我禀宫执法呢 再说三个不放 你妈找到了吗 程爸爸有消息了吗 不认识你 陈元 你写给不平氏的信 还是我新手拆的呢 那篇小说信是我写的 不是 陈元 不是 陈元叔叔你好棒 妈妈说你当过兵 你有枪吗 枪不是好东西 陈元叔叔 你的枪呢 给我看看好不好 好 叔叔 给你找一把 天快凉了 我给阿萱支件毛衣 你也该给你肚子里的孩子做准备了 还早呢 有小就不愁大 你看我的那个宝贝 长得多快呀 再过两年就要上学了 他现在呀 已经开始认字了 他会写自己的名字 还会写孙曼妮曾平亚 平亚 他懂事 他知道自己爸爸叫什么名字 那他有没有问 爸爸去哪了 阿萱 哎 来 爸爸 阿萱 沈沈问你 你知道爸爸去哪了吗 爸爸在好远好远的地方 爸爸是谁啊 是他 你想爸爸吗 想 他回来给我带好多好多的东西 阿萱说的对 你想爸爸 爸爸也想你 沈沈 你也见过我爸爸吗 见过 你爸爸是一个很好的人 行了 出去玩吧 小人姐姐 来 慢点 你难道就不想给他 真的找一个爸爸吗 你这话我听不懂 平亚哥已经走了好几年了 你就不想再往前走一步吗 平亚没有走 他天天都跟我在一起 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 我走了 我走了 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没有 我只是来 看看阿萱 你呀 刚才又好像有好多话要跟我说 怎么 是不是又跟孙雅吵架了 没有 我们挺好的 我走了 不 帮我来 哈哈 给我学吗 来 一 还 这 他们 我